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孩子呀 在出门之前 总会研究自己半天 不知道 我感觉我小腿变粗了 没事 我腿一直就腿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去草莓音乐节 人生中第一次去音乐节 我们俩总是解锁一些非常奇奇怪怪的人生第一次 昨天 我第一次在晚上开高速 今天要第一次去音乐节 然后我们是因为到这边才发现它的海报 就说在旁边 但是干脆去一个反正就在旁边 然后也一直想说去草莓音乐节 还一直没有去过 成都的我一场都没有赶上过 这也太自闭了 太搞笑了 这也太自闭了 太搞笑了 原来这边还有另一番天地 我发现来的这个都是情侣呢 哈哈哈哈 你是谁 不知道 因为每次都没走 哇 太难走了 哇 这个沙地太难走了 您来到大门 我最愛的 我最愛的 有點像胡辣湯的感覺 有很細很細的濃厚 很細 千里跋涉 终于找到这家大陆点名上评分特别高的冰冰清不凉 我们终于已经签西关口 吃到了这个炒冰清不凉 如果我不是走六点的路 不可以让家伙担心说话吹着那么冷的风 我会更喜欢它 是的 这是汤圆基石藤 哇哦这真的就是基石藤 这个名字真绝了 很像小时候吃的一种糖 像是糖 但是不是长条型的 为什么我们的旅行总是要解锁一些莫名其妙的第一次 就是我第一次坐电瓶车后座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电瓶车代表 可以来表演一下骑马 驾 驾 驾 我只能走楼梯了 而且还有电梯 三亚储藏了太多我的童年回忆 其中也包括关于旋律的回忆 小时候来三亚过春节 我和表姐非要坐在车的后备箱里 而在后备箱的我们 一起原创作词作曲的一首三亚之歌 虽然至今我们也没有讨论过这首歌的名字 但人能想起是怎么唱的 歌词又是什么 后来我们甚至还会这首歌编了舞 成为了家庭春晚的节目之一 来三亚的这天 正好是她的生日 回忆和祝福便同时抵达 三亚自川饭店 哎 我大自川果然在哪都要开饭店呀 我刚刚看的是面有饭有 还说这名字好高级 然后这边饭那是有饭有面 绝了 半年前的一个夏天 我在这个游泳池 结识了一个俄罗斯小女孩 那个时候不怎么会英文的我 完全交流靠熟语 可是我们却毫无障碍 并且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我们还一起分享波罗蜜吃 真是怀疑那些纯真岁月 哎 我又来了 我真的是叫什么二方人山寺的宝 希望佛祖可以看到我的成亲 保佑一下我的心愿再可以完成 通过旅游景点从不缺这样子的风景线 哇哦 这是团建吗 大家都在抱佛桥 来到三亚市场的这一刻 我才真切地感受到 我来三亚了 这是一种满鼻子海鲜味 满耳朵闽南式普通话的熟悉 与踏实 这个就是渔岗的啊 你跑去我们的玩具 这个就是渔岗的啊 你跑去我们的玩具 这个就是渔岗的啊 哇 哇好烫好烫 哇好烫好烫 哇 是渔岗好久的胜利 他的身体在这儿 我真的太喜欢吃鱼了 鱼类杀手 我上辈子肯定是属猫的 哎不是啊 那你不在 西州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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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吃鱼籽的东西 我最喜欢把它 花式铲铁或者是花式挖起来 好好吃这个炒饼 真的太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